在明代关心最新消息 英国伦敦22号传出恐怖攻击事件 一位年纪大约40岁的男子 他开车经过国会附近的新闽桥之后 冲撞路人 之后又下车拿到攻击警察 不久之后凶贤被警方开枪击毙 不过这起恐攻事件 包含死亡凶贤在内 造成了5个人死亡 40个人受伤 而目前警方也不排除整起攻击事件 可能跟一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有关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早安 国际头条英国伦敦22号下午两点多 发生恐怖攻击事件 他逼游客不断惊慌 尖叫从事发现场逃出来 当时有一名男子年纪大约40岁左右 开车冲上西敏桥冲撞人群 有去过伦敦的观众一定不陌生 这里距离大笨中伦敦也都很近 几乎是观光客必去的景点 但是凶手就挑这条路线 沿路横冲直撞 有人眼见不对赶快跳桥 跳进泰晤士河里面逃生 而凶手随后也下桥 撞上国会保德力大下之后 下车拿出20公分长的刀 冲进大门攻击警察 而一名援警被刺伤 双手当场也被警方给击毙了 另外桥上两名行人被撞死 被刺伤的援警 有国会议员在第一时间 对他进行CPR急救 双手各额头都沾满援警的鲜血了 但最后证明警察还是不幸丧命 而国会在发生恐攻之后 立刻关闭禁止相关人员进出 这道道路也全部被封锁了 伦敦也为了安全起见 也停止了大约90分钟 让大批游客都非常的恐慌 而整起恐怖攻击事件 时间非常敏感 因为3月22号就是比利时 布鲁塞尔恐攻 届满一周年的时刻 而且英国跟美国 最近才公布了一项新规定 禁止从北非以及中东等 10个国家出境的旅客 携带电脑或是平板上机 因为有情报指出 恐怖组织盖达计划 要把炸弹藏在电子产品里面 对飞机发动攻击 所以在英国高度警戒的状况下 竟然还是发生了恐怖攻击 刚英国首相美亦也出来说话了 她说这是一起病态又卑鄙的 恐怖攻击事件 而且攻击的地点显然是有挑过的 就选在国会这里行凶 那目前确定凶手是一人单独犯案 有报道指出 这名凶手多年来资助恐怖活动 还曾经公开呼吁要杀害警察 还有政治人物 但这些目前都没有被英国警方证实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组织出面 坦诚犯案